请收看 惠律法师 冯雪讲座 第三 无名 愚痴是幸福的杀手 无名 内心没有智慧 愚痴从来不知道 无法是什么 把知识当作是一种赚钱的工具 把佛法误认为蛊惑人心 迷信消极 认为信佛的人都是弱者 逃避现实 要不然就是婚姻失败 事业失败 要不然就是年岁大的 所以会被人家误会 佛教是死人的宗教 不知道说佛法是大智慧的宗教 是破除迷信的宗教 是让众生得大幸福的宗教 说宗教事实上并不符合 应当说佛法是决心的教育 这样子比较得体 我话不是宗教 是站在人人都有佛性角度说 在这之后 我们今天在这里弘法 就是教育大家 提起每一个人 置信本来具足的佛性 不要被假象骗得团团转 牵制你一生一世 就像灵魂上了手铐的悲哀 关在无形的牢役里面 所以柏拉图说 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役 就是众生看什么 职责什么 就被关起来 众生看什么又职责什么 就被关起来 这个佛教列为无名于次 佛法刚好相反 如果有人说佛教迷信 就知道这个人 没接触到如来的正法 因为他说佛教是迷信 但事实刚好相反 佛教是智信 智慧的智 有的众生啊 那个性很奇怪的 除了批评别人 还是批评别人 你连建议都不可能 你要说佛法 是做多么多么的好 他就会说 我念到博士 还要你来教吗 所以 你连建议他看一本佛经都没办法 不许他 是 你叫个人 我会说佛